Hello,大家好,今天来做抹茶冰淇淋 自己做的没有一点冰渣,一起来看简单的做法 锅中加入纯牛奶,加一颗盐 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冰淇淋不会冻得像石头一样硬 搅散加热至90度关火 到处装碗里,加入抹茶粉搅匀 再加入链乳,继续搅匀搅散 再过筛,过滤出粗的颗粒状 淡奶油打发至硬性发泡 把牛奶抹茶倒进淡奶油里搅匀 再放冰箱冷藏3小时,再取出 用打蛋器搅打8-10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让冰淇淋更加的细腻 盖上保鲜膜,放冰箱再次冷藏6小时左右 再取出 用冰淇淋挖球器先挖一个长长 最后装饰可以随个人喜爱,随意装饰就可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